做完運動, 全身緊張 當然要鬆一鬆 去開天, 煮雪糕和秘薄 很容易, 中伯文青, 很開心 這裡有三款芋頭 這樣選哪款煮菜好呢? 當然問我 立即開始, 流行到時 我們將右腳踏前 再挺直身, 慢慢下去 我們呼氣上來, 再稍微吸氣 教練, 這個動作是否主要針對 我們哪個位置的肌肉 這個動作是針對大腿的位置 收緊它 教練, 我做得很適合嗎? 不是這樣 可以把身體保持, 挺直一點 把膝蓋盡量下去, 放到肌負點地 有這麼低, 但不要碰地 肌負點地就可以了 好 一邊做了三下, 是否做另一半? 對, 這個要交替做 再將左腳踏前 同樣做, 挺直的人下去 三下左右 呼氣上, 吸氣慢慢下去 這個平衡也要穩定 對, 留意手要扶著這個位置 幫我們身體再挺直一點 但其實很左搖右擺 是的 肌肉的位置, 記住給點力 是否要收緊它 對, 腹肌要收緊, 挺直一點 好, 每邊三下都做完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轉動動作 把身體… 躺在肌上 好 整個人躺下去, 是否放鬆? 對, 躺下去 對, 雙腳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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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將我們的臀部慢慢提起 直到我們感覺到屁股位保持住 我們就可以慢慢下去了 我們每次呼氣上 吸氣慢慢下來 不要太急, 慢慢做 做幾下? 對 我們這個做大約10至15下左右 其實下去的時候 屁股位會碰到地下呢? 可以輕輕碰下去 但不要放鬆了 我們要感覺到臀部收緊了 臀部收緊, 那腹肌是否收緊呢? 腹肌會有一點點用力 不過是輔助而已 我們慢一點就可以感覺到感覺 這個步驟是可以針對腹肌的訓練嗎? 主要是臀部腹肌也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動作好像有點容易 那是否完全可以令屁股位收到 還是怎樣? 如果想比較難, 我們嘗試 先將一隻腳抬起 對, 抬起一隻腳 然後照樣把臀部抬起 我們也是呼氣 你會感覺到壓力更加大 然後再慢慢下來 其實大腿也累了 對 震了 抱住那個位置 夠難了嗎? 真難 我們照樣做, 一邊十至十五下 不過這次要轉另一邊 做完的時候 對, 兩邊都要做 這個位置更加大壓力 雙腳要保持伸直 還是微微彎曲也可以? 一隻腳微曲就可以了 放鬆一點 總之舉高, 慢一點就做 好… 這次要做完 這次要做完 這次我開始出來了 下個動作怎樣? 下個動作我們站起來 好, 站起來 這個會針對大腿內側的位置 好, 不需要 雙腳放一個大的八字腳 對, 雙手水平地放 幫我們平衡個人 對, 我們嘗試一邊腳屈曲 下去, 對 吸氣下去, 再呼氣上 再嘗試左腳, 吸氣下去 呼氣上 我們會感覺到大腿 特別是內側位很用力 右腳吸氣下去 其實我感覺到旁邊這裡 根部都可以拉起來 對, 會覺得有一點新鮮的感覺 我上身儘量直一點 呼氣上, 吸氣下去, 左右交替做 很緊 對, 緊得… Guardian, 你可否看看我做得… 不是, 因為我想知道我左腳 如果我左腳, 如果我現在下左邊 下右邊, 我左腳可否不碰地 其實你要放鬆一點, 不用完全貼緊 不用貼緊的 對, 會緊張, 我覺得要貼緊的 明白… 其實做得比較辛苦, 大家都會累了 對, 我覺得很舒服 但我覺得很緊 肌肉很緊 怎樣?可以幫我按摩嗎? 其實… 你叫Francis幫你按摩嗎? 如果平時自己家序員運動 很緊會怎樣呢? 因為乳酸積聚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按摩、伸展 有些工具可以幫助我們 這邊, 教你 工具 是不是你們? 對 是甚麼? 是 這是甚麼? 對 其實這個是Farmola 或者叫瑜伽滾倫 或者叫按摩滾倫 可以幫我們自己做按摩, 放鬆 而且它有不同的強度 對, 像我的… 像我的粗粒 真的一點點 對, 主要有粗粒、幼粒 粗粒的壓力會大一點 好像手指一樣幫我們按摩 還有, 我們有個軟身一點的 對, 也會軟一點 我們可以試試按摩大腿 我們放在瑜伽煎上面 是 我們先會按摩大腿下面的位置 對, 我們放在大腿下面的位置 放在這個位置 再把雙手撐在旁邊 對, 慢慢把屁股抬起 對, 我們不用太快 我們前頭這樣按摩 雙腳不碰地, 是嗎? 對, 雙腳不碰地 我們按摩大腿下面的位置 很舒服 對 很舒服 對, 會感覺到這個位置 好像比較按摩一樣 對 天佑, 你有甚麼感覺? 對 這個粗粒的效果會比較強嗎? 對, 因為硬身一點 粗粒的強度也會比較高 初學者是否適合用你的軟身一點 初學者我比較建議用軟身一點 而且幼粒或沒有粒會比較好一點 不會太痛, 未必一開始就能接觸到 現在想加強重量, 應該怎麼做 我們試試一隻腳放上去 首先可以試試前頭按摩 現在只要左腳的力量 對 只要右腳的受力量 已經覺得壓力大一點 或是可以把身體左右轉 對 左右轉 但有點失平衡 對, 雙手要給一點力量抹著 然後均勻一點 和練上半身的油耳 對, 除了按摩 我覺得很需要你的手臂的力度 對, 還有一個位置可能比較緊 如果跑開步或站得多的人 就會感覺到大腿外側 這個位置怎樣按摩呢 我們可以嘗試把身體打折 整個人打折? 對, 打折在一邊 然後一隻腳這樣撐住… 雙手可以扶住 對, 前後這樣撐住 撐住大腿外側的位置 還要骨頭那邊 這個姿勢好像在跳街舞一樣 最好兩隻手扶一扶 這樣會稍微穩一點 因為未必每個人夠力, 單手扶著 撐住一邊, 再撐另一邊 對, 我們要轉 大約10至15下就可以轉另一邊 同樣動作 但Frances, 我想用手這樣, 行嗎? 用手不撐住, 這樣行嗎? 手這樣也行, 但幅度會小一點 小一點 對, 動得沒那麼靈活 Frances, 現在外側就做了 我想舒緩一下內側, 應該怎樣做 外側的位置, 很多女士都想按摩 可以減這個位置 而且解決橙皮疙瘩的問題 這麼厲害? 這樣躺在這裡 好 打凍的位置放在這裡 然後再把一邊的大腿內側 分開 壓下去, 似乎這樣 好 像派在這裡, 壓下去 一邊, 橫向 然後橫向, 橫向, 左右左右 又是慢一點 挺舒服 對 因為內側的位置很少 很難按到 很難按到 對, 這樣, 左右這樣滾 還有手臂沒那麼辛苦 對, 放鬆大腿左右這樣滾 這樣會舒服一點 是否越慢越好呢? 這個速度不錯, 不用太緊 我覺得天天如果用那個來按耐滋 會很痛 你看, 都會出汗了 對, 按得出汗了 看看每個人的承受能力 其實有時候要嘗一嘗 不然每個人的強度都不同 有姿勢是否正確? 你腿要放鬆一點 太緊張, 達不到按摩的效果 我覺得最重要是放鬆一點 對 我想聞這些滾滾到終極 是否要像天佑那些釘釘才是最有效 其實每個人都有點不同 如果做運動可能比較緊 其實真的有這個需要 會否還有更強一點呢? 其實這個已經很硬了 很硬了 更硬了 上身 還有什麼? 對, 還有什麼? 我們上身 其實這個按背部也很有效 怎樣按? 好, 背部怎樣按? 我們先把這個放在這裡 是 然後再躺下去 對, 我們大概用肩甲骨的位置 躺下去 對, 肩甲骨的位置 很像我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推下去 肩甲骨 然後再把臀部離開 雙手要托著頭 不然頭一跌下去 頸部會受傷 然後就是這樣 按背部很舒服嗎? 我們就在肩甲骨的位置 這樣會最有效 慢慢按? 對, 像剛才的速度 前後這樣滾 但是我覺得兩個手臂的翼胃 也有點拉筋的感覺 是正常的 會有點伸直的感覺 我現在飛得整個人都鬆了 對, 大家是不是差不多了? 去吧… 可惜了很多 師父哥 謝謝 好, 大家記住 要因應自己的身體狀況 量力而為, 有什麼問題 記住要問醫生或專業人士的意見 Phoebe, 我第一次做 疊古巴特拼貼藝術 我也是, 你看貼得多漂亮 原來用紙巾剪尖貼貼 就可以做到 對, 你覺得我們很文青嗎? 我們這些文青的氣質 簡直濕透露出來 待會做好, 我們就可以吃茶 謝謝, Ginny 不用客氣 蓋就做好了, 不能吃茶嗎? 好, 餓了 像個最初一世界一樣 對, 加上剛才做的蓋子 這個餡茶是很完美的 對, 我們先吃鹹點吧 好… 這個是玫瑰柚子汁 就是用來浸在麵上 你真聰明 當然 就像別人吃冷麵一樣 你真的很粗魯 對, 粗魯一向是我… 我的特徵之一 我先嘗嘗 很漂亮, 很的色 我先嘗嘗, 我很喜歡柚子味 酸酸甜甜 而且每樣東西都小小看 我覺得不錯 這個就是一口 我們可以嘗嘗其他東西 這個豆腐 先嘗嘗 一小串豆腐 其實它的色也不錯 甜的 甜的 這個好像桂花蜜 這個卷很有趣 平時通常茶餡會有三文治 這個做了一個卷卷的一種 我覺得挺好 我還是說句話, 喜歡它夠小粒 方便一點, 不用吃到四處都是 原來這裡有些是茶味手工雪糕 茶味手工真的有茶味自製的雪糕 這裡連雪糕也要自己做嗎? 對, 所以肯定是做在香港 店主願讓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的自製的雪糕 你可不可以做嗎? 當然想 剛才做完這個碟糕巴達 現在可以做雪糕 不如快點去吧, Let's go 好, 做雪糕最重要是什麼? 味道 沒錯 你拿這個來看看, 這是什麼? 這個不用看, 只是分野草 錯, 是分野草乾 倒下去 這麼多? 快點 好, 這個就是… 茶葉 我問得到這個叫烏龍茶? 對, 快點放進去 倒一些滾水, 剛剛蓋著 蓋著蓋著蓋著焗三分鐘 我們等一下 好 說時遲, 哪時快 已經三分鐘了 沒錯 接著就到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 喝了 不是, 當然是要拉茶 首先這樣, 放進去 然後這樣拉 高一點… 高一點…再高一點 你有沒有做健身? 高一點… 我替你鬥高 高一點… 然後來來回回要過兩至三次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把中間的再爆發出來的味道 再激發出來 所以要高一點 濕了 小心點, 走開一點 高一點… 你有沒有做健身?高一點… 厲害嗎? 拉完茶, 好, 有什麼做呢? 好, 我給你一個工作 首先, 你知道這是什麼粉嗎? 就是粟粉和尖米粉 有什麼用的? 就是把牛奶倒進去 好, 倒進去後就要慢慢攪拌 真的要倒進去? 沒所謂, 總之要倒進去攪拌 我這邊, 剛才拉完茶就倒進去 再煮一下? 沒錯 特點就是這個, 你嘗嘗 你看這個糖, 沒那麼甜的糖 沒什麼甜味的糖 沒錯, 這個叫海藻糖 首先, 加上海藻糖 雪糕沒那麼肥 海藻糖是植物裡面提點的 甜味 比起蔗糖, 多甜味的糖 要把四十五個百分 要攪拌溶 然後倒進去 這個很大, 很多奶 其實… 雪糕是奶味較重的 因為它加入了蘸米粉 令營會更加結實 那我要攪拌多久? 一邊攪拌, 一邊攪拌 攪拌到什麼狀況才行? 結身的狀況 一邊攪拌, 其實一滾就可以了 你看到比剛才說, 已經結了很多 是 用匙巾來試試 可以掛到它, 包起來就差不多了 合格, 完美 放冷一會兒後, 放進冰箱 好, 這個已經冰了四小時的冰箱 這個邊邊比較硬, 看見嗎? 看見 中間比較水, 水固固 這樣還沒完成, 要把它攪拌 攪拌均勻, 豈不是溶掉了嗎? 沒錯, 要攪拌, 攪拌到滑 再放進冰箱裡, 冰兩小時 再拿出來再攪拌, 再冰兩小時 重複這個動作做多少次? 整晚攪拌四次 你第二天就能吃 我覺得這個照片很配合你, 很適合你 對, 很原來熟悉 冷冰冰的雪糕終於完成了 你看, 加了紫色 整個芬衣草感覺更加強 不理你, 試試試 試試… 很強烈的芬衣草味 再加上烏龍茶, 簡直一流 這個味道很濃 所以說茶膽真的挺重要的 因為它夠不夠濃烈的味道 真的要考慮呢? 不如我們馬上讓人嘗嘗 看看是否真的這麼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了 好… 在這裡 已經坐好了 好 好 一碗一碗一碗這麼少, 怎麼夠 對, 它很小而已 試試 我們已經很久了 怎麼樣?好不好吃? 好吃 挺好吃的 我又有分這個, 是嗎? 這個我剛才也說了 再說到第二個點 好, 果實我餵你吃 我餵你吃了 你吃了再吃 好 來吧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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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好吃呢? 是否餵你吃了 有餵茶味嗎? 對 我比較特別 因為有餵, 所以比較好吃 那我呢? 你有彭胃中餵 好, 好吃嗎? 是否不同了? 漸了很多 很開心, 人們覺得稱讚我們 我們煮的雪糕很好吃 對, 不過我們煮了這麼多 也要坐下來休息一下 吃另一半的甜點 現在很囂張, 要吃這個 吃我們剛才… 對,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也有煮的 煮的這個… 煮的芬衣草 烏龍茶雪糕 這個就是玫瑰莫里花雪糕 連雪糕都是迷你版的 很好… 跟我們煮的味道一樣 不錯… 這個很清甜 因為通常玫瑰比較清 還有, 吃完蛋吃 是 自己煮的雪糕特別有滿足感 好, 我們嘗試其他… 全都是花的造型 這是荔枝麩士蛋糕, 是嗎? 低糖 牛油曲奇裡面 真的有整顆花的形狀 它滑上去嗎? 不可能滑上去 那是怎樣的? 這些應該是食用花的裝飾 真的嗎? 對 對, 我現在看到了 我以為真的滑上來 皮超鬆快的 這個荔枝麩味也很重 而且不是很甜 這個咖啡也很有趣, 嘗嘗 會否覺得有時候吃T-Sack 是甜品會放在這裡? 對 因為通常甜品是太甜 最後你就不會吃了 這個咖啡也不是很甜 我覺得因為… 剛剛好 對, 因為這裡女生經常吃荔枝 荔枝, 荔枝也不敢吃這些 但這些又漂亮 但漂亮得來又健康, 可以吃 還有這是什麼? 我小時候吃這個蝴蝶餅 好像很大 對, 但我真的沒吃過很大的 你沒吃過嗎?很棒 很有我童年回憶 我們吃完這些這麼美味的甜品 看到我旁邊有一杯冰波嗎? 對, 這是桂花茶的冰波 可以倒一些冷泡的烏龍茶 是否覺得像我們喝威士忌一樣 很有趣, 你的冰波是桂花嗎? 對… 我這個冰波是玫瑰花反茶 再加上這個, 即是冷泡的烏龍茶 嘗嘗什麼味道 這樣有滋滋的玫瑰花香味 很特別, 我沒試過這樣 冰波也看得多 但裡面有花粉, 我真的沒試過做 你怎麼做? 你沒試過做嗎? 很容易, 我教你 首先, 將15克乾的玫瑰花粉 放熱水, 焗大約10分鐘 之後放涼, 將煮好的花茶 倒入半圓形的冰模 放入雪櫃, 冷藏大約4小時 但這半邊冰波處於外層是冰 裡面還是液體狀態的時候 就將泡過的玫瑰花放進去 然後吸花好冰模 將剩下的花茶由頂加進去 最後放入雪櫃, 冷藏它, 這樣就可以了 這麼漂亮的冰波, 加一些冷泡茶 馬上喝就可以了 所以, 而且我真的不想吃 不算很難修理 是的 不如我們再做這個玫瑰莫斯大哥 我不去, 我吃了一些東西 不去 而且我要白白民青 待會兒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去吧… 好…我先去做 不過你待會兒完成後 你記得留分給我, 先問我 很多人喜歡用芋頭煮菜 又如何才能選擇好的芋頭呢? 亦很多人批芋頭會手癢 那怎麼辦呢? 讓我一邊煮菜, 一邊告訴你 既然什麼都要問三姐 三姐, 為什麼除了芋頭之外 會有鴨? 那就是芋頭燜鴨, 當然有鴨 罰你幫我切芋頭 好吧…我罰你, 你是新人 你切吧 現在是釗仔 你也很快手, 先試試 你切吧… 錯了… 怎麼切?三姐 這樣會否認合? 這樣會否穩固? 對了, 別這麼小塊 你看看你, 切下去 手抖, 給你一點力氣 是, 給你一點力氣 三姐對你很好 三姐, 我切片可以嗎? 切片不好, 因為會散開 對, 對, 對 不是, 天有心裡想 我就是要引你兩個月的 快點… 下三個月就要點回來 就要點了 完成了, 這個不用切了 你切一塊 好, 切回來這裡 看手, 這樣很危險 我想說, 平時買芋頭 要不要先沖水 因為有很多泥 是, 沖水會比較好 好了, 我們今天要用芋頭燜鴨 還有這個, 我先切完它 大蔥嗎? 不用管了 很舒服, 已經三姐, 要拍一拍 是, 拍一拍 斜斜地切, 對 為什麼它切得這麼大段? 是否有特別理由? 這麼大段, 因為待會兒整條燜鴨 我們要配合來吃 有時候手會有些黏液 有些人會對它敏感和癢 如果這樣怎樣 我們就用濕濕水 然後用糖搓上手 待會再洗手, 就會好很多 加薑, 今天多點薑 你知不知道? 很棒 這些薑已經連皮了 薑連皮才是最香和最漂亮的 日子不用做, 這麼多 我很喜歡薑 你很喜歡薑, 是的 薑其實是好的 對我們女性更加好 其實芋頭應該怎樣選擇漂亮的芋頭 芋頭很難看得分辨到 怎樣叫做粉和不粉 只要買回來的時候摸一下 按下去, 它不會軟的 對, 輕身, 這樣就漂亮了 輕就好 對 我今天帶了三款芋頭來 這個大隻的就是江西的泥浦糊 通常用鴨或後肉來炆的最好 這隻是紅芋糊, 閉慎, 前後也有 但多數用來煮來吃的 點糖或點鹽, 比較滑 這個就是檳朗糊, 兩種都有人用 有人要炆, 有人用來就這樣煮來吃 但是也是粉和香一點 夠熱了, 我們把一隻鴨放進去 煎掉它 鴨不用擦一下嗎 不用了, 因為一定味道已經足夠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炆透, 別動它 三姐, 選鴨有什麼事嗎 選鴨鴨可以嗎 選鴨鴨 另一個菜, 芋頭炆油 可以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怎麼不可以 你煮什麼都可以, 小仔 你放點燒下去也行 對… 燒燒 現在翻一下 沒錯 一定要夠透 鴨如果炆不夠透, 不漂亮的 對, 三姐, 是否這樣煎 把鴨的油酥味全都逼出來 有關係嗎 你超聰明的 是嗎 平時又不見你這麼聰明 我要這個混蛋 我好像在旁邊看得很細 我去甚至venidos 夢中很精彩 我都想不到你這麼聰明 真是看 carefully 你真想你說真心話 ford我素你真是看不見我 對, 一定要這樣 將一些油撥出 煎しゃ Ortho 煎出來, 完蛋 out 它就沒有紅色 要烤你金黃色的 這樣就可以 給點時間, 別太心急 好 芋頭不是很難熟嗎? 芋頭很快嗎? 對, 很容易熟 因為有時候我會吃到比較生 那個不是生, 芋頭是不粉, 是腎 是腎, 是不好的就變成腎 小部分人喜歡吃腎 但一般人都喜歡吃腎 對… 所以你所說的不是生, 是腎 芋頭不太好看, 沒錯 看到現在已經煮油了 其實不用煮得完全熟 否則待會炆就會老, 是嗎? 鴨不會炆老 不會? 對, 鴨不會過火 有些鴨吃剛剛炆軟的 有些鴨吃是鬆軟的, 還要再軟 其實鴨吃這個菜很難處理 一定要有足夠經驗才行 鴨吃, 鴨吃比較容易 煮菜其實經驗真的累積回來 這是事實 所以我們什麼都問你, 三次 你煮得多, 自然就會知道 最重要是要行動 沒錯, 有時候只說著天馬行空 沒有實質經驗煮, 當然沒那麼好 好, 現在看到鴨的油開始… 鴨油開始變多了, 變多了 變多了, 變多了 但如果我們一起煮下去 就太肥膩了, 明白嗎? 今天就拿起來吧, 待會 把油夾開, 對嗎? 好, 錯了 你再煎久一點, 油會多出一點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 對了, 看得到嗎? 這裡隔油 對, 這裡隔油 好, 全部倒進去 沒錯, 你多拿那個油壺 好 否則我的薑弄傷了, 對了, 沒錯 好 薑也要的, 對嗎? 要, 絕對要 所有東西都要 好 好, 現在還有些油的, 我們不要動 好, 開始要煎南乳, 爆香 好, 夠了, 夠了 南乳放進去 南乳一定要爆才會香 如果不吃南乳呢? 不吃南乳, 你可以用腐乳 好 也可以 好, 不用小瓶 不用多的嗎? 半瓶, 大瓶就半瓶 小瓶就一瓶 好, 爆香 然後再放一點點麵糞 麵糞, 味道… 味道很脆 好, 很濃郁, 很香 對 對, 不用大火了 關小火, 讓它放一點時間 慢慢爆發 如果大火, 它會容易焦燥 好, 再開一點點 好, 完成了 這個時間, 你幫我拿鴨過來 整碗拿過來 整碗拿過來給你 對, 沒錯, 我們… 不要連油刀下去 我怕你連油刀下去 我怕你連油刀下去 好, 好… 油刀下去了, 這個就不要了 好, 不要了 對, 沒錯 好, 開始了, 再爆它 現在上色了, 替你解釋 沒錯, 好 現在爆發的時候 加一點酒, 讓它們很好吃 對, 好, 加一點醬油 在這裡的糖需要加碗嗎 要加糖, 其實加冰糖是最好的 但今天我沒有帶冰糖 用砂糖也算了, 好 有分別的, 因為不用分量 因為冰糖會比較好 冰糖會比較容易軟 放兩塊香葉 好 是不是已經有很多香味走出來 對 好, 這個時間 主角 放芋頭 這次才放芋頭 對 因為鴨要什麼 要炆芋頭和芋頭差不多 不是很久才會軟, 芋頭很快 好, 下上湯 我經常想知道 為什麼鴨要和芋頭一起炆 這兩個很配合嗎 配合的 就像我和你一樣 她要一起煮菜, 配合嗎 你和我, 嗎 我, 三姐 我, 還有 還有你嗎 Filly排隊 是我, 大家聽聽到 Filly排隊 只是我 好, 等等一會, 好嗎 好… 要等多久, 三姐要 你起碼炆15分鐘, 再看看 三姐, 還有兩樣東西還沒放 對, 這個是後放的 對, 這個, 先放蒜仔 蒜仔煮一下 因為蒜要熟, 生蔥熟蒜 所以蒜仔要熟 為什麼要加蒜 香一點 再香一點 對, 再加香一點, 再加香味 好, 蓋一下 我頭已經吸收藍魚汁了 對, 它已經吸收藍魚汁了 放一會兒吃起來很粉 煮一會兒, 我們再放這個 這個可以生的, 不用太熟 我們放進去 好, 這樣做好了 焗一焗, 焗一焗它 焗一焗它, 沒錯, 焗一焗它 我們先看看 對… 已經可以了 好, 這樣 繞一繞 繞一繞, 漂亮了 已經收了汁了, 看到嗎 所以收了汁, 我們現在可以上 好嗎? 行 來的, 你走開一點 好, 好 謝謝, 三姐 我當然了, 這個為自家靠我 我知道, 只靠你吃 我知道, 說得好 做的當然是靠我 很餓 很餓, 好 看到芋頭已經… 很軟了, 很軟了 看到嗎? 很粉 對 好, 我們這樣 好, 我們這樣跟你們 好, 你看